哇,你们看对面 很多人哦 哇,超多人哦 你在看回我们的 难道这个就是小鲜肉跟老辣肉的差别吗 哎,我们又老又惨了 怎么办呢 怎样打赢 好吧,野藏那个部分 我们是肯定打不赢啊 我也不要放错给你们看的太丢脸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直接打关卡 要打下关卡之前 我们必须要拿到堡垒 由于我们的野藏方面是没有优势的 所以敌方比我们早进关卡 后来我们这边出了一点差错 完全没有集结 全部都是用部队去打关卡的 那我们的进度真的是慢了很多 对面已经见到五面骑士了 我们才刚开始而已 在我们拿下关卡之后 就马上剑骑飞沉进来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很明显的 我们是打不过对面的敌方野藏部队 由于风阵令他们剑骑速度比较快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部队也搬的比较快来这里 在打的途中 我们发现到他们是可以直接攻击我们旗帜的 完全没有连接上都可以攻击 那我不确定这个是bug呢 还是本身这个游戏机制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边也是提醒各位一下 最终我们的关卡被敌方拿下 连我们的要塞也被烧掉了 你们也可以看地图走势 对方的速度真的是比我们快了很多 我们还有一些玩家是随机飞沉进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张其实是输了 我们必须要退回去关卡室 现在我们所有领土都已经失效了 随时都有可能被集结 那很遗憾的我们正式打架的时间 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就要收场回家了 我们的毕业被集结了 No 你们为什么 How dare you 干尼尼亚这群臭小子 不知道毕业在我们心目中 是多么重要的人吗 你他妈集结我也可以就是不能集结我们的毕业 还好毕业还有兵 他可以回来的 毕业撑着 我们来救你了 What 哇又锁了一个 还好我们的毕业留了一手 毕业 不用紧的 我们会帮你报仇的 你们车军臭小子给我记着 感动我们毕业 我们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以为这样子我们就会放弃吗 你们等着 那还好我们的毕业没有被清零啦 他有准备了一手 虽然这边损失的兵还蛮多的 不过可以看到他旁边有一些AOE少到的 还是有赚回来一点点 所以勉强可以接受 但是对方他会觉得我们就这样子放弃呢 哼 想得太美了 老子上次跟530打架都可以撑三天 你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劝退我们吗 嘿 你们太嫩了 封正英昨天拿了下面的关卡5之后就跑去上面的关卡5 他们右手边的关卡5是完全没有碰到的 所以我们的盟主跟闪电半夜就搞偷袭跑去打掉他们的门口 嘿嘿嘿嘿嘿嘿 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 太嫩了 以为我们1123老王国再加上一个1002 差不多要接近死亡国了 就放松警惕 嘖嘖嘖嘖嘖 年轻人 昨天打我们的毕业是不是 嘿嘿嘿 复仇计划正式开始 好动不动动我们毕业啊就清零啦下一个 清零通通清零旗帜全部烧光光 其他人都跑光咯 没有人可以打 又一个清零 哎呀开泡泡的啊 这么高站力都要跑 嘖嘖嘖嘖嘖 还一点恶意都要开泡泡 这样有东西好玩咩 呵 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他们集结我们一个毕业 我们清零他们几十个人 呵呵呵呵 目前我们的进展还算不错 火正宁的朋友也是下来帮忙了 目前两个关卡都是由我们王国拿下 由于冯正宁的旗帜没有连接上关卡 也没有要塞 所以他们旗帜全部都已经失效了 用贝利做住房啊 哇他大亏哦 贝利加红胡子 哇赚哦 发财哦 哇发财哦 哇好料 现在的情况右手边的关卡 我们是已经成功搞定了 基本上敌人要进来的话也蛮难的 我没有住房 要塞都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往上面跑 去帮我们的队友 我们已经放好一个要塞了 之后应该会打七只杖 来了双集结 风正宁能跑到这边上面来 也算是很厉害了 我们的集结也来了 看他怎样顶 不管换什么病 也是一样十日 哇 Happy New Year 哇好多病在里面 哈哈哈 看看一下报告啊 转 OK 这群臭小子 居然偷袭我们 风正宁跑去打我们左手边的关卡 5 这边原本是412守着的 但是412他们没有把要塞 放在这里挡着 所以他们就冲进来了 而且最可恶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风正宁他们把 正宁名字改成412跟123 就我们以为对面是我们的盟友 就没有去打他们 又或者是我们会打错盟友 关卡是唯一的连接点 他们关卡被拿下之后 这边412全部旗帜都已经失效了 他们没有放要塞挡着 假设说412有放要塞的话 就不会被锁在外面 412那边也是派了一些人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联合 一起拿下这个关卡 让412的人进来帮我们打架 兄弟们follow me 在打下关卡之后 风正宁这里的其实全部都已经失效 现在又是掠杀时刻了 嘿嘿嘿嘿 居然搞偷袭学我们那招 我们跑去左手边处理风正宁 上面土正宁又来搞事情了 所以现在我们是三边都要跑 看看一下他的战力啊 原本1.2亿 现在变成8000多万 哎呀 开泡泡 又开泡泡 那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的情况 左手边跟右手边都是已经成功被我们拿下了 就是说左右边的关卡5 火跟水正宁都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那上面的关卡目前火跟土正宁还在打着 风正宁有上去帮忙 我们也上去帮忙了 至于下面的关卡5是给风正宁占领的 就是说我方火跟水正宁是确定左右边都是成功拿下的 上面还不确定 下面暂时是风正宁 我们会不会去打呢 嗯这个就不知道了 那有一点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以为拿下关卡5之后 我们可以从关卡5中间开始打堡垒 但其实堡垒不能从关卡5开始拿起 假设说你的关卡外面全部堡垒都是敌人拿下的话 你还是要从你的关卡室那边开始拿起 就是说必须要从你的远古堡垒那边作为开端 慢慢的打过去 不能从中间开始 但是我看到这个地图里面呢 中间死亡之海有一些地方是有远古堡垒的 那那个部分我可以理解为是 之后假设说我们的联盟是已经拿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远古堡垒这边中间开始拿起 而不用从关卡室那边拿起 那关卡5开起之后真的体验有好很多 比起之前一直跑路跑路 那个车画都没有脑的 所以设计这个地图出来的 我的朋友那个车画到底有没有玩过这个地图 我跑多久啊 关卡5开了之后可以随机飞成 真的是好很多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 现在关卡5基本上是已经拿下了之后 应该是打关卡6吧 关卡6之后打关卡7 如果还有什么进展我就更新给大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